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你蛮那一二十斤有啥意思呀 她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小旁 财女 财女 到底有什么才艺呢 接下来进入她的幸福秀 就好了 你可以了我觉得 这可以了可以了 反正我这个是一个比较柔软的胖子 然后我这个可以披个岔 披个岔算什么呀 那您来 您先来 这是托老师第一次在幸福来敲门体擦哟 好厉害 手秀手秀 以为做主持人这么简单吗 对啊 没有点绝活行吗 为什么这么灵活呀 不是一般的小胖子能做书的动作 是 不是谁都像我这样有天赋的 反正就是因为从小家里面就是体育世家嘛 什么叫体育世家 妈妈是中场跑运动员 爸爸是柔道运动员 老爷就是乒乓球教练 哦 你是铁球 我是练柔道的 你也是练柔道 是 你能把潮汐摔倒 我可不容易 来来来来 潮汐只要坚持不倒 能够坚持到十秒钟 我们一起来数数 就算潮汐赢了好不好 十秒啊 准备 开始 他确实是专业的运动员 专业吗 手劲很大 是是是 我已经退役了有十年了快 你现在多大年纪 我现在三十了 三十 二十岁就退役了 是 因为练体育身上有很多伤 最开始接触的是乒乓球 我天生就是个小胖子 把球打丢了的时候 然后就要去跑去捡球 然后但是人家都是跑去的 我是溜的去 我老爷直接说这孩子绝对不行 随着年龄增长 体重也在增长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就总是受到就是高年级同学欺负 我我就说 哎 凭什么总欺负我呀 你就别吃那么多呗 实际真的不是吃的多 当时我就心里想 哎呀 我有一个什么一技之长 他们不怕我 就去找了这个运动 然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还能防身 正好你爸也可以当你师傅 你真拿柔道来对付那些小伙伴吗 是的 那不可把他们摔惨 到时候后来他们就把我列入他们的行列了 然后就天天去欺负别人了 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